接发球调打的时候 首先还是要迅速判断来球的这种旋转 迅速知道对方的这种旋转有多强 调打的时候一个是球点应该相应的早一些吧 因为它的上弦球 当它的旋转没出来之前 你还是相对容易控制 一旦等球点高了以后 手上可能不太容易控制 发扬力量首先手腕还是要放松一些吧 当机球的时候 机球的一瞬间 手腕手指的用力应该集中一点 原来的五层纯木球板 它的控制比较好 但是它的出球相对会慢一些 现在红张鞋为我做了这一支狂标王二代 球板加厚加硬 调打更有速度 质量也更高了 反手调打的时候 然后动作应该相应的要小一些吧 而且一个是要注意反手调打的这种动作的稳定性 调打完之后一般对方过来的球都是上弦球 所以说基本上调打完之后 站到中进才比较多一些吧 因为调打过去对方过来的球也是速度比较快 基本上动作应该要小一些吧 打完之后 繁柔主要给正手的进攻创造机会 所以稳定是第一位的 天宫胶皮他的表面没有狂飙那么粘 但是他的摩擦很好 搓球跟调打都比较好控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